你来是因斗患一事吧 此时事关紧急 臣不再追眼 臣举荐 九龄堂担此重任 陛下 臣以为 可让九龄堂的君大夫一事 君大夫曾经治好过怀王的病 面对此次斗患 臣以为君大夫定有应对之策 臣国公世子殿前求见 愿臣国公世子觐见 都起来吧 谢陛下 臣诸赞叩见陛下 你来是因斗患一事吧 陛下圣明 臣正为此事而来 此时事关紧急 臣不再追眼 臣举荐 九龄堂担此重任 九龄堂 你的举荐 和太医院不谋而合啊 心军的果然如你所料 太医院等着看笑话呢 仲卿怎么看 陛下 老臣认为 可以让九龄堂试一试 陛下 老臣赞同黄大人之言 陛下 陛下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呀 朕准了你们的请求 就让九龄堂试试吧 限期一个月 陛下圣明 这帮不要脸的狗东西 当初制不好怀王 就将病情推到老鼠窗上 这下可怎么办 都怪我 自作聪明 宣传君小姐多么多么厉害 限期一个月啊 这下可完了 玩什么玩 要说玩我们方家早就玩了 以前没玩 现在也玩不了 小姐 这怀王的病不是老鼠窗 你分明早看出来了 为何也不澄清 还说就是老鼠窗 当时太医院已经盖棺定论 我说再多也没有用 而且还会失去 医治怀王的机会 只能将错就错 可是小姐 眼下太医院 把你一个人推出来 这摆明了就是不管此事啊 现在这么多患者 你一个人怎么治啊 柳儿 我们一会儿去城里跑一跑 看看有没有大夫 愿意跟我们一起去治兜 好 君小姐 没用的 若是寻常病症 也就罢了 这是涉及生死的事 不是我丧强 只怕是 你连一个都找不到的 总要试试 才知道行不行吗 九龄 这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可不是那么简单啊 这脑袋都已经挂在裤腰带上了 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 左右不过就是一条命 我们拼了 你又胡说什么呢 他说的没错 我们现在就是要拼命 而且 必须要拼得大家安然无恙 否则 否则我们也没有退路